想要孩子面色红润皮胃好,就要多吃山药和红枣,做成这样的枣腻山药饼,软软糯糯,香甜可口,小朋友们一口接一口吃,刚端上捉我家孩子一口气就炫了五个。 准备两根铁棍山药,用削皮刀削去外皮,再切成小段,放入蒸锅,再加入一些红枣,我用的是这种去皮去核的红枣,每个都是独立包装,以前去枣皮真的是太难了。 这个枣皮和枣盒都去过了,是纯纯的果肉,给小朋友当零食也是非常好吃的,和山药一起上锅蒸20分钟,给它蒸熟。 蒸好之后分别倒出来,用叉子或者是擀面杖压成泥,山药泥里面加入一勺面粉,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,揪一小块揉圆按扁,再给它整理成一个小窝窝,放上枣泥线,虎口转动收口,按压成一个小圆饼, 全部按照这个方法做完。 平底锅预热刷油,放入山药小饼,每个小饼上面点缀一点白芝麻,吃起来更香。 朋友们,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,点不点小红星都无所谓,只要你们学会了就行。 开小火慢慢煎,煎到一面金黄之后,翻面煎另一面,一直煎到两面金黄熟透,小饼鼓起,说明就已经熟了。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,山药和红枣都是很好的食材,清甜的山药加着天然枣的香甜,软软糯糯,真的特别的好吃。 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,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,下期再见。